每周五次每晚六点央视七套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2008北京奥运会刚过 这段时间啊 我的好多朋友都对我说 在奥运会的核心区域 朝阳区惠中北里北小河路 有一条独特的A级餐饮街 如今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 那么这条街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这个A级有什么含义呢 会不会是因为有风味独特的美食呢 告诉您这只是原因之一 那么还会有什么原因 这条街究竟为什么会受到大家的关注呢 这就是位于北京朝阳区北小河路 鸟朝北岸的餐饮街 那么它究竟特殊在哪呢 这条街上一共有11家饭店 而在这11家饭店的门口 都有这样一个相同的水晶牌 A级食品卫生单位 不仅如此 还有一个信息平台 那么这样的标志 究竟有什么特殊含义呢 那么一些成规模的硬件条件好 卫生条件好 达到它的这个食品安全标准的 那么是一些A级 那是非常放心的 2008北京奥运会的举办 旅游参观人数的增多 对北京餐饮业实施食品卫生等级管理 全面提升餐饮业卫生水平 成为健康奥运健康北京 迎奥运全民健康活动的重要内容 朝阳区是北京奥运会的主战场 70%的奥运场馆和运动员驻地集中在这里 为此 北京市朝阳区卫生监督所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成功创建了全国首家A级餐饮一条街 并且它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鸟朝北岸A级餐饮街 据统计 整条街在改扩建方面投入的资金总数 达到2827.8万元 那么被评为A级的餐饮单位 是如何确保食品卫生安全的呢 首先餐饮单位整体的环境 一定要干净整洁 其次要对食品的来源 加工等进行严格的管理 首先对这个工作商这一块 要求他们必须具备三镇 营业吃到 未吃食果镇 经营食果镇 第二个就是每天进 所有的进去的人材料 或者直接到质量一个方面的认证 对这些有腐败有变质 一定会进去取房 那么A级餐厅作为食品加工的后厨 又是如何确保食品的卫生安全的呢 这里不仅生熟分开 不同的操作空间 风格明显都贴有标志 而且食品加工过程中 使用的面板 菜刀 也都有肉类 蔬菜等较为细致的分类标志 以免食物的交叉感染 对于各类餐具 实行的是物理化学双消毒 首先 餐具要经过 一洗 二洗 三消毒的化学清洗过程 然后再对餐具进行高温消毒 确保餐具的卫生 那么 对于这样的餐厅 老百姓的反应如何呢 比以前好多 繁金和口味都很不错的 俗话说水涨船高 到如此让人放心的 A级餐饮单位就餐 饭菜的价钱 会不会也比其他地方要高呢 A级就是说告诉老百姓 这是放心的 包括卫生 硬件设施 包括它人员 各个方面的 就说它的卫生是符合要求 让老百姓放心吃在那 不是说的五星级 就是说它的价格 或者是它的档次有多高 不是 可是 如何对这些 A级餐饮单位进行监督 从而确保食品卫生的 长期达标呢 你今天评定为NA级 我们平时要加大 对这个食品的 平时的一些指导和检查 那么在我们监督这个部门的 食品卫生的监督部门的 检查的时候 如果有两次你都不达标 那么你就要降级 餐饮单位的食品卫生等级 除了A级 还有等级依次相对较低的 B C D 三个等级 这样的餐饮单位情况又如何呢 B级的应该说条件也还都不错 那么它要是一个C级的 它就要想了 这是一个小餐馆 小餐馆可能各方面的一些条件 就差一些 那么它自己要有一个把握 那么D级你就不要去了 因为D级我们是要取地的 另外2007年4月 北京市餐饮业开展控烟行动 要求各大中型餐饮经营场所 提倡全面进烟 不能达到全面进烟的餐厅 75%的面积设为无烟区 奥运会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 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遇 也是发展我国全民健康的重要契机 北京市朝阳区卫生监督管理人员说 分级管理不仅是这条餐饮街 也是诠释5.8万家社会餐饮单位 食品卫生安全的保障 俗话说病从口入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行动起来 把好入口关 相信疾病一定会远离我们 说完餐饮业的饮食安全 接下来我们谈一谈 农民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件事 就是看病问题 从2003年 我国开始在农村地区逐步推广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那么北京市朝阳区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实行的情况又如何 农民从中究竟得到了哪些实惠呢 全面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是新形市下农村卫生管理体制的 重大改革 北京市朝阳区地域面积 470.8平方公里 农村面积375平方公里 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 有农村人口14.9万人 如何更好地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减轻农村居民患大病 医疗费用压力过重的经济负担 是关系到朝阳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消除卫生服务城乡差别 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内容 2004年1月1号 朝阳区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正式开始实施 它分为两部分 一是区办区管的大病统筹 以住院为主 还有一部分 是以相办相管的基本医疗为主 到今年我们参保力 已经达到了97点多 保障的程度比较高 我们的筹资标准 在今年我们又调标了 达到了人均420 所以我们的筹资标准高 相应的保障的能力做强 那么老百姓看病 究竟能够得到什么保障呢 今年70岁的焦光源大爷 2007年3月查出患有白血病 需要接受化疗 然而化疗需要的费用却非常高 高到什么程度呢 化疗意思就是好几万四五万 如此高的费用 对于几乎没有固定收入 大女儿又有残疾的焦大爷一家来说 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那么焦大爷从哪儿去筹这笔治疗费呢 一年可以报销八万元左右 那么报销的金额是如何计算的 参加西行农村合作医疗的村民 如何进行报销呢 花费了4000块钱以上的费用 那么由长安区这块统一来报销来支付 那么如果您要说门诊看病的一些费用 或者是住院4000块钱以下的费用 是由各乡来负责报销 如果它是就纯粹是1万块钱 那么先刨去4000块钱起付线 那么还剩6000块钱 我6000块钱呢给它报60% 那663600 乡里呢再给它解决4000以下的 按底的再报 可是要想参加农村合作医疗 像交代这样的乡村百姓 每个人一年要交多少钱 会不会给家庭造成负担呢 30块钱是基本医疗 50块钱是大并 就是它两个基本合作医疗 个人只承担80块钱 但是它今年的成人能够报销 报回来就能报到7万封顶 学生能报到9万 这样的话农民的负担并不重 但是它应该说非常受益 每个月看病的钱有了着落 焦大爷的心情自然也就轻松许多 不仅是焦大爷 在朝阳区有越来越多的农民 享受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带来的好处 这是朝阳区孙河乡 一个普通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这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的门口 每天都会聚集一些村民 他们都是前来进行新农河报销的 可是其他地区大多是一月一报 或者是一季度一报 这里为什么每天都会有人报销呢 为了便于乡村百姓看病 小病不出村不出乡 几年来朝阳区政府 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为契机 全面加强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 农村乡卫生院变成社区中心 村义务实符合条件的转建成了社区站 对于社区中心和站上的基本医疗的设备 市区两级财政是统一的配置的 按照甜品补齐的原则逐年的配备 健康奥运 健康北京 倡导的就是一种全民参与奥运 普及全民健康的意识 为了加强乡村百姓防病保健的意识和能力 朝阳区各乡村还经常组织健康讲座 普及健康知识 从而提高广大农民的健康水平 另外 从2008年1月1号起 北京市对在村卫生室工作的乡村医生 每人每月补助800元 并为乡村医生建立社会养老保险 从而稳定村籍卫生队伍 确保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顺利发展 从以前的没有保障 大病治贫 大病反贫 到现在 每一位农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证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让农民朋友得到了不少实惠 除了缓解农民看病男问题之外 在北京 针对女性健康 还开展了一项特殊的活动 为我们老百姓又带来了更多的实惠 究竟是什么样的活动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这些女同胞这是要去哪儿 汽车行驶了30多分钟 终于到站了 这是哪里呢 北京朝阳区妇幼保健院 他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 两癌筛查登记处 难道是来做检查的 这两癌指的又是什么呢 在这些登记表上可以看到 免费筛查乳腺癌子宫颈癌 原来这些妇女是来做乳腺癌和子宫颈癌筛查的 而且都是免费的 2008年1月31号 健康奥运健康北京 全民健康活动内容中 免费为户籍士林妇女进行子宫颈癌 乳腺癌筛查的工作 在北京正式启动 北京市将对经级25岁至65岁 大地区四大卫生官 社会 个人和政府都有责任 都有义务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应该说是这样几个概念 一句话叫做普及健康知识 一句话叫做参与健康行动 一句话叫做提供健康保证 为什么要选择子宫颈癌 乳腺癌这两线癌症进行筛查呢 据了解 我国乳腺癌发病率 近年来呈逐年上升趋势 每年以3%左右的速度递增 全世界在1980年 共有宫颈癌病例46.58万例 我国有13.23万例 占世界的28.4% 早筛查 早诊断 是治疗癌症的关键措施 早期乳腺癌子宫颈癌治疗后 十年生存率可达90%以上 而且在我国早期乳腺癌 和子宫颈癌的治疗费用 约1万至2万元 而晚期的治疗费用 高达10万元以上 甚至更多 朝阳区常住人口280万 流动人口100万 是此次两癌筛查的试点区 于2008年3月12号正式开始 预计将投入近7000万元的 资金 在全区设置了30来个筛查点 对全区的适龄的妇女 要达到90万人 为了使检查更准确 在此次两癌筛查中 各医疗机构都使用 较为先进的仪器 乳腺癌筛查 是通过乳腺彩色 多普勒超生检查方法 子宫颈癌筛查 通过宫颈脱落的细胞图片检查 那么做这两样检查 一般需要的费用是多少呢 根据这个医院医疗机构的级别不同 收费标准也不同 那么两项的检查 合起来应该是300多块钱 那么这次承担 两癌筛查工作的医疗机构呢 他们最后呢是采取成本价 就政府投入的是成本价 家住潘家园社区的朱阿姨 今年57岁 2008年3月16号 参加了朝阳区的两癌免费筛查 筛查的结果究竟如何呢 庆幸的是 两项癌症都是初期 在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 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花了8000元左右 朱阿姨就先后完成了 乳腺癌和子宫颈癌的手术治疗 受益不浅 要不我这病不知道 要发展到什么地步 现在冻得早的话 我也就回复得早 现在什么事都没有 等于我可以多活10年20年 不仅如此 在筛查中各医疗机构 还为每一位妇女 建立健康信息档案 并对她们进行相关 健康知识的宣传 树立健康观念 自觉采纳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 最终提高女性的 整体健康水平 实际上我们的目的在于 通过这样的一个筛查 了解我们朝阳区 整个的这样的 我们士林护 这个护局妇女的一个 关于宫颈癌和乳腺癌 这样的两方面的 这个健康状况 那么采取一些 这个长效的一个措施 那么对她们进行一个 长期的这样一个 一个健康保护 北京市此次两癌 免费筛查工作 除朝阳区之外 西城区 怀柔区 也是先行试点区 据了解 2009年 北京市其他15个区县 也将全部开展 两癌免费筛查工作 那么对于女同胞来说 如何才能更好的预防 这两种疾病的发生呢 专家建议 有三年以上性行为 或年满21岁的 有性行为女性 均应每年做一次 公颈细胞学检查 对于乳腺癌的预防 专家建议 女性应保持低脂肪 高纤维的膳食习惯 例如避免饮酒 少食含有大量咖啡因的食物 如可可 巧克力 咖啡等 多吃白菜 豆制品和鱼 在这次两癌筛查中 北京市将有上百万人 成为健康奥运 健康北京 全民健康活动的参与者 与受益者 以迎奥运为契机开展的 全民健康教育 和健康促进行动 将留下一笔 持久的奥运遗产 健康的北京人 和健康的北京城 如今已初见成效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如今健康的心理念 日益深入人心 以健康奥运 健康北京为主题的 全民健康活动 就是要通过传播健康技能 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开展丰富多彩的 健康教育活动 让每个人都能拥有 一个健康的素质 健康的心态 和健康的体能 从而享有幸福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硕大的体型 凶猛的性情 只一个可以到外三十了 他是难以驯化的野兽 还是忠实的保卫者 他的这种凶狠劲 所以他才能保护人类 保护羊群 他是中国的民犬 国内以前的乘交小姑里 曾经有一百多万 他是人类的朋友 为什么还是得近而远之 如果人家是不在旁边的话 估计就有点危险 中勇的守护者藏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